新來上來 好的 面對 來來 給一條 來 要做 大白天 你也出來沒關係 大白天熱吻根本想害人離婚 真是 我跟你講 我真的就是走到哪裡被酸到哪裡 不管是我在各個公開的場合留言 他們都會在底下問我說 阿翔呢 阿翔有來接你嗎 然後像我有一次就業配一個泰式炸雞 然後就有一個網友 然後他就寫說 結果我就直接回他 我直接回他 我說 你吃吃看啊 這裡可以下單喔 然後就貼我業配的那個連結給他 我是用這樣子的方式回覆 不是啦 不要追求這個問題 你要先買我的業配 這不是重點 可是我要講 就是酸民真的分很多種 中間有一個最讓我有疑惑的 我有貼在我自己私人FB 你應該也有看到 你有去留言 有 我很生氣 這個酸民他很奇怪喔 他私訊給我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 我真的非常的討厭你 我真的很討厭你 可是我不敢在公開的場合 留言罵你 因為我怕被別人罵 對 可是我不講出來 我心裡會得內傷 我相信你有能力可以消耗這些負面的情緒 所以我要來這裡罵你 你教教我該怎麼辦 私底下罵你 對 他就是有私訊給我 他要罵你 還問你說我怎麼罵會方便 對 而且他是 不敢在公開的場合罵我 他可能怕被其他的粉絲罵 然後你知道嗎 我很好心喔 我教他 我說我跟你講 你去開小帳號 你一個人開 然後你用十個分聲來罵我 這樣子人家就追查不到你的IP 這樣子你也不會得內傷對不對 結果他看完留言之後就說 這個人是不是有什麼毛病嗎 他就這樣子 然後我就覺得說 這些人就是 你為了要罵我而罵我 那你這是什麼心態 沒有什麼叫做酸民 叫做酸菜就好了對不對 再來 再來 付出還搞了印度贖罪之旅 為啥要向印度人贖罪 咖啡廳打工是故意裝可憐 好讓媒體炒新聞吧 對 說這樣啦 因為我那時候就是在台灣 因為一直被狗仔哽拍 所以家人就跟我講說 你要不要去什麼地方 就是養生靜下 可是我沒有心情去什麼巴黎島度假 或者是東京逛街 那我就乾脆想說 那我去印度 教英文我去教書 可是我知道說我這趟去 我一定會被講說 你就是為了要洗白 所以你才去印度 可是我不能因為說 你們說我洗白 可是我不去 這個不叫洗白 這個叫 避風頭 是這樣說嗎 喂 出風聲臟 燙什麼 我很好騙 這個是有神經病 是不是啊 是不是又想炒飯 好冷飯 你怎麼還敢跟阿翔在一起 是不是不想翻身了 這個酸民我跟你講 你真的去看眼科 因為這首歌我很好騙 那時候動力火車剛發片 那首歌我覺得很好聽 所以我就跟 兩個合唱 隔空合唱 然後錄成影片 結果他看到這支影片之後呢 他就給我留言說 你怎麼還敢跟阿翔在一起啊 你不怕你這輩子翻不了身嗎 後來我就在想說 為什麼他會這樣子說 說這句話 對啊 我才知道說 原來他把海產看成阿翔 你們自己看照片 差這麼多 差這麼多 你要不要去看眼科 不是吧 對啊 他硬講的吧 就是因為 就是因為海產太不紅 所以被認成太不紅 你這個東西 因為我從頭看到這裡都是鳥屍 因為憲哥的比較特別 像我們出現 完全都是社會書 對不對 然後事情出來的時候 男生發言就是病人 對啊 有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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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有病人 真的有病人 再來 來 唉唷 稍微這麼帥 願意回收他當資源回收 謝忻可以開個心 延誤叫透視大集合 覺得有收視率 我會是演藝圈 那不是小翔 現在我都被圈粉了 第三點我真的 謝謝你好不好 被圈粉的謝謝你 因為我真的 就是一直堅持到 但是第一點我真的 你可以罵我 但是你不要罵王少偉 為什麼 因為他是真的是很挺朋友的人 挺朋友 你罵王少偉我會生氣 我真的 我會跟你互罵 不要 你不要攻擊到我的朋友 要不然我們現在來 罵他 好 是 他為什麼反應給我 神經病 真的有人還去他的留言板 去罵他 就是罵他說他挺我 然後什麼資源回收 什麼東西的 所以我也覺得就牽累到他 很可憐 就是你要嘛就衝著我來 你不要對著別人 對 然後就說什麼 開個新節目 我也很想開啊 做單子找我開 我就開 介紹美食 對 介紹美食 我們繼續去送幸福 對 下一站我們繼續 偷吃什麼的 麵線跟 是小的嗎 我知道你想偷吃 偷吃大集合第一單人 馬上偷吃真幸福 對 你不要這麼放這一次我好不好 詞語言都想好了 所以要這樣 對 我就是三關不在 他已經壞掉了 可是就是因為這些事情發生之後 我們家裡的小朋友 他那時候六歲 然後他就因為這個新聞事件 心裡受到創傷 因為很多網友他們的字句 都太... 太尖銳了 太尖銳了 真的很多罵到三字經五字經 那不行 把我爸爸媽媽都罵進去 然後我真的有時候有衝動是 我想要收證 就是我都截圖 其實我全部都有截圖 像這種就是家人 就是因為我覺得家人受到牽連 是我覺得很委屈的 我要怎麼去 我有什麼建議 這種就是要機會教育他們 對啦 你要讓孩子他們小 他誤以為這個 這是一個演藝圈 這沒有關係 是 對不對 這樣現行過關